大家好我是莫堪 我代表我自己 妖魔天杰第三集真的是... 我不該怎麼說 先來看第二集收幕劇情的後續 駱駝子在幽海宇碰見燈臺鬼 以為會有什麼奇遇或是故事發展 結果一番糾纏之後駱駝子又跳海逃生 然後燈臺鬼就沒有後續了 雖然後面有說 幽海宇是妖界隱藏通道 營路浮沙流所在地 只有妖皇能夠開啟機關 但那也就只是個設定說明而已 對劇情沒有任何影響 接著鬼族隱形人碰到海獸 我想說碰到危機人物應該會有什麼表現 只有直接說那是最低限的海獸 然後畫面就在鬼族等人又再來坐在船內 等雪裡解決那死毫沒有危機感的危機 而負責打海獸的雪裡也沒有任何表現的畫面 然後船一靠岸 埋伏的頓賢萌遭到鬼市包圍 三兩下就被殲滅 而頓賢萌跑來埋伏 先為鬼族派人偽造一封妖神盾影的假信 讓頓賢萌以為是妖神盾影的指示 完全沒有任何懷疑就跑來埋伏 沙沙的送頭 至於前一集引發這家討論的阿狼以為會有什麼爆點 結果是妖皇底下的風向前日月假扮的 要說是帶出前日月擅長偽裝的設定 但明明就只是君臣對話 假扮成阿狼的必要性是什麼 只是為了用阿狼的皮 帶出雪裡是阿狼舊部的設定嗎 這種一句話就能帶過的內容 為什麼非得用阿狼的皮來講 找不到任何可以說服觀眾 前日月必須這麼做的理由 單純就是為了營造話題吸引而假扮 對角色跟劇情沒有任何加分作用 簡單說只有偏觀眾 三人開場除了設定說明之外 人物沒有表現劇情沒有亮點 衝突結果都不了了之 唯一有可看性的 就是頓先蒙被鬼使見面的那一段 當然說精彩也還好 而且後續的布局說明 讓頓先蒙的整體智商 看起來比上童會還要低 不會覺得鬼尊特別厲害或聰明 單純就是頓先蒙太笨 看完了開場再來看收幕 妖靈祭國四季彈九旗 除了四季的特殊能力 勾協一族的身份 妖皇底下第二大藥的設定之外 人物的內在也基本上是空的 對觀眾來說就是陌生人 除非他的設定跟外表有引起觀眾興趣 不然頭海獻祭只會讓人滿頭問號 沒有任何戲劇效果 不如讓駱駝子的人類身份被發現 陷入被妖族包圍的危機 造成的權力效果還比較好 因為觀眾對駱駝子有感情 會在意他的安危 而藤九旗的頭海獻祭 就算快人情看板掉進海裡 不管後續是沉下去還是被撈起來 都不會有任何期待感 再來是天手等人 闖入必正天閣陷入迷陣 不管是畫面還是旁白描述 整個演出看起來就不是很危險 沒有絲毫的危機感 然後是苗里來到嚴羅窦嵌碰見神秘人物 那個神秘人物不用看就知道是麒麟爺 這場戲說穿了 就是老闆來到下屬辦公室 這也感覺不出來或有什麼危機 最後是碎血幽靈船帶走遁血蒙的首領 幽靈船厲不厲害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遁血蒙的首領很笨 對於這種表現極度落差的角色 我不知道要期待什麼 不如把卡龍拉出來 效果都還比較好 四段收幕的懸念都很薄弱 甚至可以說完全沒有 至於那個不知道幹嘛的天天永閣就不用說了 瞬意莫測跟敘事有問題是兩回事 而扣掉開場跟收幕 中間的劇情其實也滿無言的 雪裡遵照苗裡的膠帶前往正手博關 結果碰到假扮阿朗的潛日月 一開始還暴怒潛日月為什麼要用這張面孔 結果也看到潛日月本人 智商情商瞬間歸零 真的是一瞬間就陷下去被牽著走 堂堂博關關主被渣男迷到團團傳 然後妖靈祭果的人 就趁機跟博關副關主接下走私大量煙火 也就是說 妖靈祭果的走私之所以可以成功 是因為身為博關關主的雪裡 被前任的臉孔迷到忘記任務 就算鬼尊圍剿頓先蒙計劃一樣 不是計劃周翔也不是潛日月太聰明 而是雪裡太笨 更別說兩個那段尷尬情感記 八點檔都不敢這樣寫了 兩個新角色出場來不到一集就隔掉進尸 然後是惡念回到故鄉收購村民的貨物 順便大嘴巴洩漏任務機密 雖然潛日月即時阻止 但之前那個以任務為優先的惡念已經回不去了 而阿瓊被陷害走私妖骨跟巧琳的衝突才剛發生 就被窦承恩順利化解 兩人還因為風笑而聊起來 接著巧琳就帶了阿瓊他們前往萬週進閉會 旁邊的小梅則是看什麼都不爽 看鬼尊不爽看阿瓊不爽 從頭到尾氣噗噗 原先的冷靜內斂蕩然無存 看不出來他曾經是落花水銀狀的天手 這一路看下來整個妖界真的瀰漫著一股 會讓教授不能呼吸的氣息 還好妖皇小空跟翹如來看起來都很正常 但那也是因為他們幾乎都沒做什麼事 不過第三集也不是毫無亮點 我自己很喜歡的一段 是鬼尊在萬週金閉會上拿出金龍葉珠的時候 作為妖靈紀國的皇室傳世至寶 前任妖皇醫師金龍葉珠數百年 妖尼卻在金閉會上拿出來 並把他當作寶物展示 以增添金閉會的風采 雖然表示在金閉會結束之後 願將金龍葉珠送還給妖靈紀國 以劫兩幫之好 但此舉毫無疑問 是當著整個妖界的面 狠狠的起了妖靈紀國的臉面 而且在這之前 妖黎還先宣布了鬼市跟聖界結盟的消息 明白著也要給妖靈紀國壓力 這一段就明顯感受到妖界三方勢力的暗潮汹湧 對比前面拙劣的計劃編排 妖黎這一首就高明很多 而且戲劇效果非常好 是第三集最好看的一場戲 而提到妖黎 這集在手伸寶殿開會的時候 不斷玩弄寶露的動作 真的將毛頭特性展現淋漓盡致 是非常自然而且生動的演出 至於在碼頭上踩到水坑的反應 那毫無疑問是刻意賣萌 生性厭水卻沒注意到腳邊的水坑 簡直破個破到底 如果當初看樣有水或許就不用被秒了 整體來說 第三集雖然沒有讓頭痛天人線 但優界線的表現也很無趣 大綱的編排跟單場劇本 都有著非常明顯的問題 人文觀劇情幾乎可以說毫無亮點 完全靠著精湛生動的拍攝才把第三集hold住 直接體現出金光的現場有多麼強大 光是雪裡跟前日月那場尷尬的情感器 都能夠拍得這麼有質感 我真的除了讚嘆還是讚嘆 影片的最後 特別感謝加入穆斯華偶一系公會的導遊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的支持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對這一集的表現你還滿意嗎? 歡迎在留言區留下你的意見 提供給我朋友的角度的看法 喜歡的話也不忘了將這部影片分享出去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魔堪 我們下次見 們謝謝大家 為一我